接下来大家我们就看一下构造函数里面设计的一些细节 都有什么细节呢 首先第一个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写了一段内幕的话 通常我们都会去写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Public什么VoidC的内幕 对不对 我也难写概念了 这怎么写也都好吧 来一个子俊N就等于什么 我就来一个设置就完了 那什么等于能看到不 大家我问一下 这俩方法功能是一样的吗 不是功能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嘛 都是副指用的 那么大家问的就是 如果我写了它以后 这个还用写吗 写不写 一定要写吗 什么选手一定要写 还是个不一定 老师写的干嘛呀 你想吧 这哥们一出生忘财了 那么这边是不是给公代写了呀 是啊 公代写了 你已经为你付完职了 不过你在背后付这一次职吗 你叫旺财 等你长大了以后 你发现旺财的名字太难听 对吧 要改名字 你怎么改啊 老师改就改呗 用一个person 我这里边改谁啊 改个叫做那个帽帽 对吧 那你这改了 大家还是你吗 你是不是造语出来啊 这是 明白是吧 所以大家别搞了好吧 你搞了 P1等于什么 这个你有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就意味着当年吧 你就忘财懂了吧 然后呢 为了改名字怎么样啊 哎 整个还挺点 投赛那哥们说的靠谱 还同一投赛日子 是吧 哇 你多折扰了 我呢 你都明白了吧 我说过吗 个人早上是不是在追降一超线的时候就出什么话了呀 而且是不是只剩一次啊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出场外公已经具备了 具备了数据了 对吧 可是这些数据我们不爽怎么办呢 那是P1点什么 是不是在内部干什么呀 是不是放放了 这个懂了吧 哎 大家 忘了 忘了 改错了 这名字有点 有点类似于某些生云之类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接着改啊 那你再一改 大家是不是还要这方法 明白了 大家 你是不是掉这方法 哎 你再掉这方法是避免的 构造还是说只掉一次 一般方法可以掉多次 现在明白了吧 行了 不过来废话了 这个事就说完了 好吧 也就是说 你有这个呀 和这个物重图 别人了 这个叫做 我一出事话的时候呢 就具备一些内容 而这个叫什么呀 叫做一般方法 对吧 我需要就掉了 不需要就不掉用 多了 而他是对象 必须要掉用 明白了 但是对象 但是对象 到底掉哪一个 那就得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出事话了 多了 这个我person 里边一共就提供了这三种出事方式 你只有按照我这三种中的一种才能出事话你的对象 听到吧 别的不知事 行了 那个刚刚说老师我能不能一上一出发年龄我没有幸福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在我那里边可以吧 在我那里边不可以啊 这咋的这是 那我问一下吧 你没有这波人的好 你告诉我 叫哪个函数 叫呦 我怎么写呢 我就不一定三种 懂啊 别的不行嘛 所以你不能这么瞎写吧 创建对象哪能让你任意妄为啊 我让你创业什么对象 你又得创业什么对象 听读老师啊 OK 行了啊 这我们不再多说了 这个里边再说完以后 这是第一个小细节 那就是说 C的方式的一定还要有 第二个方式是这样的 就是 构造函数能调用这个方法不 可以不 可以不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随便考过函数好吧 这里边我来个死屁股 可以吧 这叫构权叫一番方法吧 可以啊没问题啊 还是接这儿不行啊 对吧 死屁股能调用构的函数不 注意大家 死屁股方法不能直接调用构数 听懂了吧 你刚才说老师 真写这个 这叫突然神扣号呗 这不行 听了吧 别犯这种 绝对错误了 好吧 为什么呀 构造函数啊 是用于给对象出始化的 明白吗 大家 你没对象 你调什么东西呀 懂话 所以怎么样 所以要这样 你要非要调的东西 就自己创立对象 能懂我去吧 这这不多余吗 懂我这话吧 好了 这我们不再多说了 第二期节 第三个大家注意往这看 那 Void可以吧 我如果在这前面加入Void 可辣子Porsche这个类 也能不能别一通过 可以吧 这是为什么呀 老师 你不是说构造函数 没有Void 没有返回类型吗 这也不是构造函数啊 是这个吧 我加这个以后 就跟一般函数了呀 就那意思吗 谁说一般函数 不能用类名表着函数名 对不对 你不是冲突啊 那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吧 那行了吗 是吧 注意啊 所以我们写一般函数的时候 大家记得吗 是不是有规范哪 这什么来着 第一个单词是首字母小写呀 而构数的函数 首字母是不大写呀 因为构数的函数 可是类名走啊 通过名称 就能区分 它到底是什么函数 听懂了吗 OK 这个小细节说完以后啊 大家 就是告诉大家 不要犯这种问题 你这么写的话 是不是也容易说 阅读又能误区啊 对吧 大家看你 哎 这不够的函数 能加这个是吧 所以你变成一般函数了 是这样的 好吧 好了哈 这个小细节说完了 大家要注意一点就行了 那 但是别忘了 如果你要是这么写的话 大家我问一下 我能不能这样去拗对象 比如说来一个叫做这个 可以吧 可以吧 什么东西 哦 可以是吧 帮我为什么 人家说的多好啊 注意这提示 你们时候会天天见到了 叫做某某行找不到符号 有没有 天天见吧 然后我跟你讲怎么解决它哈 首先就是行数 没办法 想干嘛呗 叫做 他会提示这样的 叫做 什么符号 编辑找不着啊 说的是 构造函数 你看现在变中国的了 以前都没有这个 知道吧 叫做 Person括号 这个 我找不着 就这符号 我找不着 说你在哪找不着啊 位置 我说 编辑说 我在Person这个类里边 我没有找到这个东西 而且从大家一看 就是论坛数吧 是这样的 那么大家会发现 在哪句话报的错呀 这句报的错 明白了吧 这句是哪一句呢 有没有呢 这样的语句 在我的代码中 是不是重复出现的 他告诉你说 是75行的 这句挂的 真的假的呀 75行 是这句吧 现在明白了吧 他这歌啊 准备数着画了 懂吗 上来找 有个人空全国团书吗 没有吧 就失败了 懂吧 有的歌没人还躲过呢 是吧 你不是说有默认的吗 对不对 那你得看你到底定没定义过呀 我都定你俩过了 还有默认的吗 没了 没了 懂了吧 就说为什么呀大家 刚才听这个是不是都明白呀 是吧 你问个问题是不是全挂呀 这就是我说的违明白 听懂了吧 你以为说懂 懂懂 这样吧 那都挂了 听懂了吧 你懂的话 就是把你所学的 你运用出来 我问个问题 你能用你所学的来推我这个问题 那就行了 你不还是只想到人说答案吗 对不对 那说明还没有懂 说明你刚才听完以后 你不可能会把这东西全都消化吸收了 都会辣 所以做中业就很重要了 知道吧 晚上一做中业才发现 只会了一半之间 这是另外一个细节了 再说小细节大家 这就是个问题了 对吧 这边一般人都比较挂 问的是 大家 构造函数里边有委层语句吗 我是狠了是吧 这语句弄的 那个有没有呢 我们也不知道啊 这个 我就写个伪政策了吧 想要麻呀 编写器是不是会告诉我呀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 我这一边一说失败呀 对吧 你瞎起什么东西啊 是吧 编译 他居然有 大家看啊 我写两句啊 编译 大家看 是不是有一个无法访问的语句呀 这就熬了嘛 大家都知道什么呀 瑞特是不是意味着 结束函数啊 一结束函数 这句话是永远执行不到啊 这句话是标准的废话 懂吧 家伙人不愿意废话的出现 他会告诉你说 这句话我无法访问到 听懂了吧 那你说什么 有瑞特没呀 必须问吧 大家 老师我不写有没有啊 明白吧 瑞特干嘛用的呀 结束函数用了吗 你懂了 换句话说 咱执行到哪就结束 有没有 你欧一下嘛 对吧 你比如说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弄一弄吧 比如说什么样啊 如果你的A有没有啊 你传个负值 比如小于零 说你多大了呀 一拗的时候 你就要忘彩 你负二十岁 对不对啊 能传下来吗 能传下来吗 能传下来 不硬的行的吗 对吧 可是我是判断了嘛 如果你的小于零怎么样 我不跟你出实话 行吧 还行不可以啊 你小于小于零 零三了 出实话完事了 那下午不跟你执行了 大家都知道 出实话是不是也是功能呢 对不对 那么功能 你要是 你要是瞎搞的话 我就不让你执行 我就不跟你出实话 可不可以呀 可以吗 是吧 明白了吧 有零吞呢 但是呢 其实我跟你讲 构大树里边 些零吞吧 其实很少见 很少见 是这么回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你在拥对象的时候吧 你那个往对象里边传入的那些数值啊 是不是都来自于客户啊 对吧 比如说通过网页的形式 你往里边输什么 是不是输那个用户密码啊 对吧 来自那个地方 那么那地方呢 通常都会干嘛 都会有校验的 那怎么办 所以我收下职啊 本身就已经正确情况下 我还有点控制吗 就不用了 能懂吗 是这么回事 OK 所以大家这里边 我们血水灯的时候呢 并不是很多 但别忘了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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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